唉 没想到来一次灵地釜底还能有意外收获 我现在就打个电话 把这个喜讯告诉阿元 哟 是不是阿阳吗 就想救我来了 啊 我跟你小月甜蜜语心 找我有什么事啊 好消息啊 阿元 我们找到了灵地釜底的独门偏方 你的脚车有救了 你才脚车 谁才都脚车 他说什么了 怎么这么大声啊 他太激动了 没控制住情绪 点赞关注加收藏 阿阳小月请示堂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存日记 小伙伴们 就在刚刚我们解决了一个世纪难题 阿元的脚车终于有救了 灵地釜底也在咱们的屠龙双雄的实力阶下 完全的攻破 怎么样小伙伴们 厉害吧 觉得厉害的 给我老阿阳点个赞呗 你好意思吧 你手上拿着不死图腾呢 别哪户不开提哪户啊 小月 咱们准备回家吧 小月 你怎么不动了 小月 等等 我在积攒能量 啊 积攒能量干什么 当然是爬坡啊 你又不愿意背我 哎呀 多爬坡啊 有医生你见嘎 哎呀 我真是对你无话可说 嗯 不对劲呢 这条路我都走了这么多遍了 怎么感觉这儿我没见过啊 难不成 走偏了 我知道了 你在我旁边 你走神了对不对 哎呀呀 跟美少女同行有压力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咋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哎 那不是掠夺者前收战吗 哎 这玩意又让我们给碰到了 可是上次我们把再有buff带回去 导致我们所有的村民都嗝屁了 我看还是照道走吧 哎 确实啊 虽然抵御助袭击 就能成为村庄英雄 并且能定价跟村民交换物资 但是用村民的姓名做赌注 对他们来说太可怜了 对啊 哎 等等 你刚刚说什么 对他们来说太可怜了 不是 不是 前一句 定价跟村民交换物资 小月 你左边就有一只 带着三要齐之的掠夺者 我帮你吸引这些家伙的仇恨 赶紧干掉它 好嘞 搞定 好吗 好 哎 等等 这里面不出意外还有个箱子 我先上去看看吧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宝箱 有宝箱不开 那还能叫勇是吗 我来帮你 用石头把门堵上 他们就进不来了 没想到你平时这么笨 战斗的时候倒是挺机智的嘛 那是当然 呸 呸 我平时也很机智的好吗 是是是 好了 我去上面看看 果然不出我所料 怎么了 什么宝贝都没有 不对 这是好东西啊 这是什么 我砸 你干了什么